字幕提供 《黑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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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算是沒了 這個黑名堂 已經說 讓黑名堂大家在走 都被逼 因為我們當初奉利 沒有做黑名堂 我感覺很公認 反正中國 我永遠都不會過 我不會去中國 我給中國列救 這個台東的名單 我覺得很有民主 現在他在列這個台東的名單 沒得到我 我這一個人 我覺得很無民主 所以中國他完全沒有了解 他說你把台東的名單列出來 在民進黨這個關聯中心的人 大家都會嚇到 剛才有病 我以前名單在裡面 現在如果名單看不完 我是覺得很無民主 我覺得給他 台東的名單我們才有民主 所以這個 中國 他以前在在台東的名單 到現在不一樣 他到底是沒有了解台東 或是在疑狂疑狂 我們這個台東運動 是怎樣才有這個台東運動 大家要了解 就是中國國民黨政權來到台灣 他完全沒有跟台灣人當作自己的人 他說大家都是中國人 其實台灣人跟中國人都沒有平等 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你敢說你是民主國家 但是你可以抵抗立法官、立法委員 跟選總統的國台 台灣人不能選 都對中國這麼大 所以你整個政權都對中國來 所以那時候大家認為說 中國國民黨政權 就是中國國民黨政權 就是中國國民黨政權 中國國民黨政權 它是合作會 這完全是外來的政權 那時候呢 為了要推翻外來的政權 才有這個台東的組織 才有這個台東的運動 當然 不一樣的政治民主法 政治民主法呢 包括你民意代表 包括你行政收拾 都是由台灣人這裡 用選票去選出來 整個中國民國的政府 是台灣人 經過民主的政策 所申請 所以你要說這個政府 是外來的政權 說的 好像沒什麼討論 而且台灣人很多 都以進入這個中國民國的 體制裡面 在參政 所以說 你要推翻中國民國 好像政治 政動性 沒什麼有 因為這個政府 中國民國政府 已經有本土法的情形 是外來的政權 變成本土法 所以台東的運動 改變的方向 以前是要推翻中國民國 但是政治民主法之後 改變 說 外來的 出社會 但是選擇這個政權 是本土法 所以有外來的東西 改變 一個是中華民國 這個國名 一個是中華民國 憲法 這個憲法 該借定一百 一百 一百憲法 所以 台東運動 該借名 借 所以 改變之後 七個政權 我們說 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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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當初 這個東華民事 所做的 東華民事 就是要推翻到 這些外來的政權 當然那時候沒有公開說台東 但是那時候 東華民事 就是要政策民主法 你如果特地民主法 外來的政權 才可以問黨法 當然有一次 是說要推翻掉 所以這種情形 民進黨剛開始 也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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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對這個東華民事 的路線來走 要推翻到這些外來政權 但是 民進黨 必須慢慢的行政 行政到沒有了 專行 做民主政黨 但是 全世界的民主政黨 都有這個 一樣的目標 就是要接政 就是全世界 都一樣 所以 既然民進黨 他專行 比民主政黨 就是要接政 就是要接政 就要選票 如果要選票 所以 政業這個 中華民國體制 裡面 政出這個政權 但是 這種情形 那個 台獨運動 差不多都是民進黨 但是民進黨 是沒有改進台獨運動 沒有改進台獨運動 沒有改進台獨運動 但是 你去 你去中華民國體制裡面 要捍衛中華民國 要捍衛中華民國 跟這個台獨運動 已經是 相當大的 相當 所以 民進黨 才提出 一個 台灣監督 國議員 這個台灣監督 國議員 他說 台灣 是一個 獨立的國家 他的 國名 和中華民國 他 他的 他的 頒 像 台獨 金馬 如果要改變這個現實 就要經過 公民投票 雖然說 民進黨 這支 中華民國 的體制裡面 參政 但是 跟這個 中華民國 跟他 專行 跟這個 台獨運動 不一樣 台獨運動 是要成名 借行 但是 他跟這個 中華民國 專行 開始說 你原來是 這個 1912年 在中國 三千萬 中華民國 來到這裡 他專行 專行 還有一個 新的中華民國 民進黨 就像 台獨運動 那些 獨立的國家 其實 這樣就是 切割 中華民國 一個 中華民國 一個 中華民國 民進黨 走這個 路線 所以走這個路線 他就是 現在 台灣 政府 國議員 所定為 這個 中華美國 在執政 所以 他就已經 沒有在怕台獨路線 當然 民進黨 不可能 去抵制 不可能 做這個動作 所以說 他做這個動作 跟中華民國 專行 繼續支持 中華民國 所以 中華民國 其實 說起來 比說 有人 這是 1912年 在中國 三千萬 中華民國 這個 就是 民進黨 經過台灣 政党 國議員 所得伍的 中華民國 但是 大家 忘記 我們 對一個 中華民國 都是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鐵金 這些是 很堅持的鐵金 所以 原來 在中國 建立的 中華民國 其實 已經 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 中華民國 已經 已經 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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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這個 中華民國 但是 用中華民國 這個 國名 用中華民國的 憲法 來做 做政府的 基本法 所以 這兩個 中華民國 其實 憲哥說起來 是不一樣 不一樣 一個是 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消滅金 一個 現在 剛才要消滅 所以說 中國共產黨 要消滅中華民國 是他們非常堅定的政情 不能改變 不能改變 因為現在 在台灣 中華民國 他們 有一個目標 他是 反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並吞 就是說 我們中華民國 是一個 國家 不能讓你們平均 我們平均 我們平均 這 中國共產黨 也很趣 你如果 反對我平均 他都說給你 台獨 現在 這個 買太的台獨 現在 民進黨 這些權貴 和台獨 無關 他們是 捍衛中華民國 不過 他們所捍衛的 中華民國 是在台灣 那些三星 在中國 那些三星的中華民國 走到 沒夢 去 但是 可能 我們有 聽眾朋友 會不會說 沒有啊 他們就要出來了台灣 要在沒夢 如果這樣說的話 就錯誤 因為 依照 中華民國 的基本法 就是 1936年公佈的 公佈憲策 就是 他的辦桌 並沒有包括台灣 他把全國的辦桌 混在三十個地方 就是沒有台灣 沒有台灣 那 那是台灣 基本就是 日本的辦桌 到1937年 在公佈 現在 用這部 中華民國憲法 裡面 也沒有跟台灣 加進去 台灣 本身 就不是 中華民國的辦桌 所以 中華民國的辦桌 在大陸 帶著 中國共產黨 都會陷害 所以 原來 中華民國 已經是 蒙國 蒙國 所以 中華民國的新主牌 拿來台灣 拿來台灣 台灣 剛才是 他們政府在拜 拜到最後 台灣人在對拜 民進黨也有 對拜 拜拜 民進黨說 拜這些新主牌 也罵來 定位說 這個市民牌 是代表什麼 民進黨不在 發表 台灣監督 我疑問 說 台灣是一個 獨立的國家 他的國名就是 中華民國 這個新主牌 搬到 像是 台澎金 所以 這個中華 現在在台灣 那裡 客人 中國的新主牌 來台灣 再來拜拜 還要成立 中華民國 這一次 中國共產黨 要消滅的對象 原來 那裡已經 給人家要去 那 消滅的對象 你如果反對 要給他平均 他都要給他 台獨 連我們來 台獨就無關 如果台獨 要消滅中華民國 現在民進黨 是捍衛中華民國 他在保護中華民國 所以這種情形 那裡 中國共產黨 他竟然 唱給現在 這個中華民國 就是民進黨 去 成立的這個中華民國 他唱給了台獨 所以他在說的 台獨 就是在說中華民國 不是我們原來的這個台獨 原來這個台獨 原來這個台獨 其實以前 中國共產黨 是支持的 因為原來的台獨 是要 把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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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中國共產黨 有共同的敵人 所以中國共產黨 以前是支持台獨 因為台獨 是要搭建中國國民黨 但現在呢 那個 中國共產黨 扔到民進黨 現在所謂 那個維吾 這個中華民國 跟黨在台獨 其實台獨 跟真正的台獨 完全不一樣 在這個當中 有一個比較粗異的 這個團體 就是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他說要搭建中國民國 像在槌湖黏水 我也不知道說 那個 他要搭建對一個 他現在說的 他在台灣 他也要來 一人要去 這個中華民國裡面的 會參政 要來執政 當然在說 現在在台灣 這個中華民國 但問題 中國共產黨 現在在台灣 這個中華民國 中國共產黨 把中國人去向台獨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它裡面 他掌尾 這種說要是 捍衛中華民國 這樣 也要在台灣 和中國共產黨 當地反台獨 中國共產黨 國共產黨 代獨就是中華民國 中國共產黨 它裡面 他這時候 要捍衛中華民國 而 中國共產黨 中華民國 因為中國共產黨 代獨就是中華民國 其實中國國民黨基本上有病,這病比較非常嚴重,所以才有這種事情 你跟中國共產黨做的反大黨,中國共產黨說的,大黨是中華民國,你自己跟他們說,你要捍衛中華民國 其實你跟中國共產黨做的反中華民國,這有病,病還是不只有答案 各位田中朋友,我是丹保雄,我們算了在公領這個主題,不要加了